对于美国超市销货资料CSV 这张资料里面 它有一个函数叫做获利分类 你的资料表最右边 它没有这些获利分类 所以你要先想办法让它有获利分类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这个资料表 这项纸类别Storage 我要知道它的获利分类 所以新增是在美国超市销货资料里面 任何一格滑鼠右键点它 第二点选新增资料行 接下来请把这个地方输入获利分类2 它要跟获利分类区隔开来 首先获利分类2等于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透过关联 连结到另外一张资料表 所以那个英文单字就是related 如果你打RE 请用方向键往下一格related 然后接下来 配表键related 它的函数 其实就跟以下的Vlookup非常接近 在这边它就只要请你指定 对应到的产品纸类别里面的哪一个资料 答案是获利分类 TAP键右挖鼓 按一下Enter键 所以你去看最右边 这个资料表的最右边 就会有获利分类了 谢谢大家